周末就安排了露营 最主要呢唐大叔又偷偷换回到JK手牌了 主要就试一试我们这些 哈哈唐大叔最爱的厨房这一些 还有这台车的一些性能 而且手牌嘛 到时候清悦一下 再练练技术 从Safe会出来 继续为明天的活动做准备 冰箱里面已经放了酒 食材 好的 现在把唐大叔这个 Stove 四个已经好了 对吧 两头 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牌子 好 所有都接掉了 最后一个 现在只要把它放上去了 我放上去给大家看效果 这是一个完美的 这么一个位置 哈哈 将来煮饭的时候呢 正好这防风 如果风再大呢 还可以这样子 来看一下效果图 上面冰箱 下面是这个煮饭 这边切 这里放调料 或者是那些煤气的东西 perfect 有吴哥韬哥 又有斯奇 中间唐大叔 现在直接往那边赶路 那一定要在本区域买这个木头啊 换地方都不能用 看看啊 大小适中 这个东西点还是挺挺容易的 其实如果不是很湿的话 这个不错 那就这两个吧 先搅起来 那边在炸虾 太牛叉了 唐大叔弄个牛扒和小炒肉吧 行吗 还是给个啥啊 来吧 宝贝 祈福小厨神 做最好的露营厨师 Let's go 宝贝 这一桌 这一桌可真是啊 哇 来外的大厨辛苦了 小家伙 玩得欢不欢乐啊你 啊 啊玩什么呢 啊玩 玩做一个岛 做个岛了已经这么厉害 哇那边那什么东西 哇 这么厉害啊你们 哎呦舒服 没信号的地方录音 几个小家伙玩的太过瘾了啊 哈哈哈哈 我搞成大雨伞的 搬门弄斧跟大家讲一下 先准备点材材 我先开拍哈 先弄两个大的做底 哇靠 这个不够大 我前面删掉了 没事 不要我靠不要带子来 最大的一会再用 现在就给点了 然后呢 再用紧字形 重新开始解说说词 紧字形 好像搭房子呀 搭房子一样的 Albert如果这个木 然后呢 那好呢 如果柴火够干的话 应该很容易就能点 我这边要不要加点油 咱们试试看啊 如果够干一下就能点着 应该可以 然后呢 你加几个小的木棍就行 小的呢 你去加油的时候 搞点柴油放在玻璃瓶里 他们老点了 觉得这个东西是chitting 哈哈哈哈哈哈 这鞋儿咋还没用吗 试试看哈 对啊 上面再搁一扔 我先搁点透气 哈哈哈哈 打电给兔子换个烤一下 那是 好像要烧得久 再给我来点纸啊 来纸 其实如果是顺利的话 几轮纸就能 你那不行 啊那卷 我说我那个油 找了吗 没有没有 现在纸烧完就没有了 还得还得还得几下 想烧来几次 这个小的材放进去 如果是干的话 一次两次就烧着 我以前都不知道 后来 这个正好就往下往下塞就可以 哇 要是这个到我们的艾了 哦还挺干的 我感觉今天我故意挑白的吗 黄色的 应该能烧着了 到我们的昆虫世界了咋办你说 可以可以可以 走了走了 可以可以 基本上就差不多就能找 夹着火了 可以放这个 这个材这么好点 啊我看了一下白的挺干的 这个放下面 放下面是湿的而且 烧的 烧肉用的这个 没事 弄点那个盐和这个花 啊成功了没有 又烟一下 OK 小的烧起来就可以了 OK 就这么简单 好来 骨下转 呜呜成功 哦帅 非常标准的这个木马人的挺法啊 剩下最男人的四个男人 四七去钓鱼了啊 希望我们有鱼吃 四七爸爸 唐大叔 吴哥 这个应这个菜这个时间 咱们喝到这个程度 还有这种东西 我认识一个天井的 太爽了 一个大大大大大妈 太好了 他告诉我这天井的馅儿怎么过 吃到第三轮了啊 生长不露 看看这个怎么样 我也看一下 哇 哈哈 九点半应该天就黑了 现在九点 趁最后一下我们橡皮亭给盛起来了啊 去看看能不能搞到条鱼 搞到鱼的话 我们就去鱼汤喝了 哇你看一下 美丽 是小河 刚刚看到鱼跳了 我们 而且这个小黄昏 我们看能不能搞点鱼吃今天啊 好 我准备姜葱蒜啊 就靠你们了 哇 小苍蝇 这个小 小苍蝇 嘿嘿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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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大叔就在这混了 姜葱蒜准备好 你刚刚说是 为什么要换一种策略呢 因为 这个 如果 鱼都在水面上吃 如果你扔到水底下呢 他不一定会吃 运气啊 唐大叔钓到第一条鱼了 小鲁鱼 哈哈哈 新人运气 哎哟 这个鱼 一斤 多一点 二三两这个样子感觉 至少 可以 我们要把你吃掉了 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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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过鱼汤吧我们 好吧 姜葱蒜盐就可以了 先煎一下再放水 对不起 对不起 看着萤火 等着鱼汤 和兄弟们在这 坐在椅子上 舒坦 大家仔细听这个声音 鹿在叫 大家准备好鱼汤了吗 嗯 鲜 白胡姜 姜葱蒜蒜 还有茅台酒啊 茅台酒去清了 好开整 下个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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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自己努力搞到的鱼汤 哈哈哈哈 嗯 四七八八怎么样 这个汤 嗷了 嗷了 真香 真香 四七同学 超级好喝 我也觉得很好喝 我来尝一口 这个鱼汤的味道 哇 完全不一样鲜就是鲜 今天四驱一大早五点去钓 又成功钓到一条 我们又把它做成鱼汤了 哈哈哈哈 回去之前再来个鱼汤 爽 你不再说一句 说两句 说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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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西 你这么搞笑啊 这么胖 你妈知道吗 这小肚子胖的 而且还不怎么胖人呢 你这么胖 你讲 他现在有着吃 他知道我们是没恶意的啊 哈哈哈哈 太胖了你 哦 这个是安全剧 OK 结束 你来的时候好一点点 小胡不错 谢谢你的两条鱼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Let's go 好 我们跟着导航走到这条路了 哈哈哈哈 这些老友不把每天要过去 我 我 我走 终于过了 我们走一走啊 走到山顶了 森林浮屋路 刚刚已经 其实更窄一点那种 新越野的 现在回到有点森林浮屋那种感觉 这个有标志牌的这种路 是可以打的 我朋友可以带了枪 要遇到熊 还可以打熊啊 这里就可以打了 山顶还有一点点积雪 这就是 这BC熊经常看到很多那种山 走近的时候的感觉 这森林浮屋路还是不错的 伐木车进来 哇 这个小风景 刚刚看到熊 看到野兔子 路今天这两天都看到 哇 五号高速 走着山顶 非常写意的一条 哇 好漂亮 如果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汤纳书来买基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书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